事發同個原因高校長來聽大家好我是Simon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超級名模生死鬥第十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規律 只要是實境秀的第十季不僅特別好看 還會出幾個殿堂級的選手 Project Runway有長腿低叔Dmitry 地獄廚房有Golden甘女兒C姐 廚神當道則是有無敵吉祥物書八大叔 但這個規律似乎不適用於超級名模生死鬥 反觀第十季是最多人氣坑的遺跡 而我個人看下來的感想也差不多 與其說第十季是一部實境秀 倒不如說它是一個性格測驗 契合的看完這季還沒翻桌 您要嘛就是平常有在吃哉念佛 不然就是個國中老師平常已經被氣習慣 如果真的要用兩句話來形容第十季 那就是取第九季之糟粕 去第九季之精華 本季不管是在拍攝主題也好 選手實力也罷 都遠遠比不上第九季 這季不僅怪主題很多 有些照片連五官都看不清楚 完全走一個意識流路線 評分也已經從美感評斷成了一場哲學探討 選手的整體條件也不算特別優秀 整季的好比賽屈指可數 好照片更是鳳毛麟角 但這些都不是第十季最慘的地方 本季最慘的地方是 評審團完全沒有記取第九季被演上的教訓 而是逆風又選了一個完全沒有冠軍項的Whitney 這人從頭到尾垫底到死 最後居然莫名拿了冠軍 應該說這季從六強開始 評審的決議就飽受爭議 每次淘汰都是大爆冷門 而這季也換了新評審 告別了傳奇Twiggy以後 迎來了捷克超模俗稱寶媽的Perlina 我覺得他的評分比Twiggy嚴格許多講話也比較直接 不過大家也不用記得他太久 因為寶媽也只做了短短三季的評審 大家且看且珍惜 好的本季的前導大概就是這樣 只能說這季扁的部分應該會比包的部分多上不少 還請大家斟酌觀看 好的本日的第一位Kimberly 可能會有不少觀眾意外我居然會介紹他 但與其說是介紹 不如說是花點時間來釐清一些事情的真相 Kimberly在第一場比賽就以自己對時尚圈沒有興趣果斷退賽 而泰媽也完全沒有想要留他的意思 當時我看到這段也是有點傻眼 通常選手退賽是因為適應不良或者壓力太大 因此大多都出現在比賽的中期 第一場就退賽 除了身體出問題以外 我還沒有看過其他的原因 當時也有很多觀眾不能諒解 甚至有點憤怒Kimberly 大家都認為明明有更多上進的女孩想要比賽 結果Kimberly跟來遠足一樣 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但是在比賽後 Kimberly在泰媽的脫口秀坦白了一切 Kimberly的男友在她參賽的三個月前自殺 而母親也在她故意的時候自殺 年紀輕輕就遭遇兩位愛人的過世 也讓Kimberly無法輕易走出悲傷 因此她原先參賽的目的是想要透過比賽來忘記傷痛 但在比賽的過程中才發現 自己的身心狀態完全無法附和 因此才隨便掰了一個理由離開比賽 但其實自己是非常喜歡模特兒的工作 不過非常遺憾的是 時間並沒有癒合少女的內心 9年之後的2016 Kimberly也選擇用同樣的方式 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 當時年僅29 好的 接著第二位要來介紹的是 我本季非常看好的一名選手Claire 話說Claire長得很像我的牙齒腳在醫師 每次看到她都覺得牙齒隱隱酸痛 Claire的身高175不算特別高 24的年紀以模特兒圈來說也不算特別年輕 她的外觀我覺得不算特別突出 但好在Claire算是這季大改造的受惠者 剪去了雷贅的黑長髮 取而代之的是俐落又時尚的短髮造型 屬於徹底強化本身陽剛特質的做法 我覺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操作 但Claire最強的地方在於 她的表情管理跟肢體語言 她總是可以用小小的表情變化 就讓整張照片看起來與眾不同 除了在映照環節表現穩定前段班以外 Claire在挑戰賽也是一枚常勝軍 評審也經常稱讚 Claire不僅表現出色還充滿潛力 第三集的遊艇照 第五集的臉部特寫照 都是非常優秀的作品 然而就當大家以為Claire會以摧哭拉手之姿 打進比賽後期的時候 Claire突然開始翻車 而這一番跟烏龜一樣就再也沒有翻回來過 本季的第六場音樂風格照 是觀眾公認最有質感的一場比賽 每個選手要演藝一種音樂風格 Claire分配到的是鄉村樂 其實我覺得這張還是非常的好看 但攝影師很不喜歡 她一直扭曲自己的身體 還不聽攝影師的現場建議 評審是覺得還行 但是很不鄉村 就是一個作文寫的超好 但收卷以後才發現考的是數學 而表現優秀的Claire 也與本場比賽 喜提了個人第一次的墊底 雖然我很喜歡Claire 但是她在淘汰環節的表現 是真的很白目 Claire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模特兒 Claire 不只是怕強的女孩 這裡講一下Claire的背景 她其實是個年輕媽媽 因此比其他選手有更強的求勝欲 也是無可厚非 但Claire是完全無視旁邊 又被淘汰選手的悲傷 開開心心蹦蹦跳跳的上去拿照片 我整個傻眼 小姐妳難道就沒有點閱讀空氣的能力嗎 而這件事情其他選手也有察覺 紛紛覺得Claire的行為 很不尊重被淘汰的選手 然而Claire的表現並沒有反彈 而是開始直線的下墜 在下一場的滑水罩中 Claire再次不聽Mr.J的現場指揮 正面砸向水池 差點把自己砸出腦震盪 人生也認為Claire雖然起步很優秀 但後續的進步實在太緩慢 最終也於本場比賽遭到了淘汰 本季排名第八 其實名次出乎我意料的D 我以為Claire至少可以拿前五 離開節目之後 Claire登上許多雜誌的封面 其中包含Stalk、Glamour UK以及Seventeen 後來轉戰成演員 出演過HBO的西方世界 看IG跟比賽的時候差異不大 一家四口看起來日子過得和熱熔熔 整體而言資料不算太多 好的 下一位龐克少女羅倫 這位可以說是放眼全超模 都非常神奇的一個選手 22歲的羅倫有著本季最高的183公分 五官也算長得不錯 儘管有著優秀的外貌條件 但在他身上你卻絲毫感受不到任何超模的氣息 因為節目的海選是他人生第一次穿高跟鞋 就連雙J開局的時候都覺得 羅倫應該是沒有什麼希望 結果開局以後讓所有人跌破眼鏡 羅倫拍照非常非常的好看 讓誰都沒有想到那個有著妙杵老爹一般寬下巴的女孩 居然是本季的底片殺手 羅倫絕對不是那種甜甜可愛的小女生 她的照片都有一種高冷的距離感 是隨便挑一張都能當雜誌封面的天才模特 個人最喜歡羅倫第四集的深肉照 跟第六集的音樂風格照 兩張都是本季非常經典的照片 就羅倫很適合拍那種有點邪氣的照片 但有趣的是 如果你去看第十季的名次表 會賀蘭發現羅倫的整體名次並沒有想像的這麼高 而這裡就要講到羅倫的弱點 羅倫的弱點就是除了拍照以外全是弱點 她的台步走得非常之慘 如果讓第五季的Kim第九季的海色 以及第十季的羅倫辦一場實裝秀 那就會變成正妹版的植物大戰僵尸 其中要以羅倫的台步最為驚世害俗 羅倫的台步真的是有夠慘 明明穿的是高跟鞋 但你看她走路的方式會以為她穿的是溜冰鞋 其實幾乎每季都會有一兩個不太會走台步的選手 但透過後天的努力後期都能看見顯著的進步 但在羅倫身上你完全看不到這個跡象 頂多從溜冰鞋進化成直排輪還是踩到橡膠的直排輪 而台步走不好也間接引發了許多問題 像是go see 像是時裝秀 她後來已經是巴不得想要趕快離開梯台 走到鏡頭打個卡就想下班 除了台步完全落賽以外 羅倫也不會化妝 因此羅倫整季都沒有拿過挑戰賽的優勝 甚至可以說是連贏的機會都沒有 因此儘管羅倫的照片極美 但在綜合評估下來 她的名次往往也只能排在中段班 評審每次給她的評語都是 哇 羅倫你拍照真的很美呢 但也只有拍照美 但羅倫本季還是有一場比賽 是因為照片而墊底 那就是Claire被淘汰的那場水中照 所以在這裡我可以不負責任的說 只要羅倫能露出五官 別搞那些瞎雞巴怪主題 羅倫就是可以穩定高輸出 不過照片裡的美麗謬斯 下了鏡頭卻是個髒話狂飆的女漢子 她就是那種長得超正 但是一開口就是問候你全家的類型 羅倫跟人家吵架真的非常的可怕 她吵架不是用罵的 而是用吼的 而且是用丹田在吼那種 包租婆的那種 哇這就是龐克女孩的威力嘛 老賽承擔不起啊 而且我覺得羅倫非常的易怒 很容易因為一些小事 對其他人破口大罵 有次羅倫不小心 把另一個選手的咖啡倒掉 人家只是稍微捏一下 羅倫整個大爆走 也因為如此 羅倫在網路上有著 東區羅姐這個江湖名號 但對我來說 最不能接受的 果然還是用高腳杯喝咖啡 至於羅倫的淘汰 大家應該也不意外 就是廣告比賽 直接放片段給大家看就好 本次的評語依然意料之內 除了照片好看以外 剩下通通不行 最終羅倫也於第10集的比賽中 遭到淘汰本季排名第6 只能說羅倫的名字 完全取決於廣告比賽什麼時候出現 而東區羅姐在比賽過後 也有一篇訪談 也是我看過史上最不關槍的訪談 羅倫是指名道姓的罵 讓我從頭笑到尾 他說有幾位選手看起來人很好 但實際上很壞 像是Dominic、Witney以及Fatima 而廣告比賽中 羅倫雖然覺得自己表現不好 但也不覺得自己有多差 反倒是Dominic看起來像是個變裝紅厚 旁邊的男模都比他更有女人味 Witney看起來假到不行 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被淘汰的原因 順帶一提 羅倫拍攝的當天切到了手指也影響到了他的廣告拍攝 他說非常的痛 但節目組卻要求他把繃帶拆掉 而羅倫對自己的淘汰也很不滿 當時跟羅倫一起站在淘汰席次的 就是本季的爭議冠軍Whitney 他完全不認為自己的表現比他差 但評審就是要一個長得像生面團的模特兒 雖然很靠北 但是真的很中肯啊 而羅倫也說他知道自己的台步有問題 因此在義大利的時候 他會刻意每天穿著高跟鞋走路 但無奈還是無法達到評審的標準 只能說羅倫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選手 照片超級漂亮 但台步走得超級爛 鏡頭上面甜美可愛 但私底下卻是髒話連環錶 是我本季印象特別深刻的選手 離開比賽之後 羅倫跟VIP Stars Model簽約 並登上Pop and the Circumstamps達致 IG上經常分享他收藏的復古小玩具 也是非常的有龐克暗黑風 目前也是一名藝術家 作品也都有在網路上販售 好的 下一位要來介紹的是 俗稱多媽的Dominique 這位也是本季非常有話題性的選手 一個被評審從頭閒到尾的選手 比賽表現也是從來沒好過 最終卻奇蹟似的打進4強的神奇選手 我覺得評審對他的評語也是很鬧 海選的時候 三個評審把多媽誇得像是個什麼 百年難得一見的練武奇才 什麼從頭到腳都散發著魅力 什麼完美到有點無聊 不講我還以為是什麼贊助商的女兒 但很詭異的是 多媽的評價明明如此之高 但卻是本季最後一個被選進正賽的選手 而且還是附加名額 這點就讓我很想不透 比賽開始以後也是利益覆光景 評審的評語有夠狠 每一次拍照都說多媽很像是變裝皇后 比較籠統的說法就是男扮女裝 反正就是覺得她的陽剛味太重 雖然網路上並沒有對多媽的大改造 有太多的討論 但我覺得多媽的改造變得超老 除了面容不斷被評審靠腰以外 多媽的身材跟拍攝也有明顯的短板 像是第二集比賽的這個大腿肉 其實這個大腿肉每個人都會有 只是多媽這一集啊 看起來就很吉祥富貴 除了正賽的表現不佳以外 多媽的私服也老穿得像是要去運動的大媽 幾乎每一次評分階段評審都會順便糾正一下她的穿衣風格 被嫌棄的外觀缺乏經驗的拍攝技巧 多媽是本季開局最慘的選手之一 不過賽場失憶的多媽 私底下倒是跟其他人開戰開得很爽 其實我覺得吵架只要雙方有力 我都會把它稱為比較激烈的溝通 但多媽吵架的方式就是走一個人身攻擊路線 前期跟多媽有最多衝突的就是Whitney 多媽甚至私底下說Whitney是個垃圾白種人 兩人正式的衝突是在第五集的電話事件 這季每個人都會有一段時間可以使用電話 如果錯過了就只能等明天 總之就是多媽錯過了電話使用權 於是把矛頭指向了制定規則的Whitney 真理老不是有病嗎 自己沒讀書跑去怪題目太難 反正兩人就開始爆炒 然後多媽因為站不住腳 開始莫名亂碰Whitney有種族歧視 我覺得有時候啊 種族議題就是會被這種人玩到壞掉 接著又發生了另一起鬧鐘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因為多媽的鬧鐘太早想 搞得大家很不爽 多媽就解釋說 啊我就不會用鬧鐘啊 你們想怎樣 突出一個我就爛連鬧鐘都不會用 難怪你會錯過電話的使用權 這件事情啊本來不嚴重 畢竟誰對誰錯很清楚 道個歉就好 大家也沒有要往死裡打的意思 但多媽表示 我就不 我立刻要嘶吼 我立刻要叫 我要把事情鬧大 吵架的過程也是很神秘 這件事情最一開始不爽的是Claire 因為就是她被吵醒 而Claire只是開了第一槍 後面一堆人加入戰局 看來大家都已經戚怨已久 絕對不是第一次發生 反正Claire一氣之下就罵了多媽Bitch 多媽很生氣 就開始拿Claire的丈夫做文章 Claire的反擊也是很靠北 至少我還有個老公 不像你還是個老處女 其實大家的訴求也很簡單 但是多媽就算拉不下臉來道歉 於是羅倫也加入了戰局 如果說Claire只是輕微的手槍攻擊 那東驅羅姐就是一枚威力十足的核彈 所以我說用丹田罵人真的不是在開玩笑的 接著 惠特尼也加入了戰局 瞬間變成了一打三的局面 然而多媽卻不認為是自己的問題 還打電話跟家人訴苦說其他女生都對他耳眼相像 哇靠這臉皮之厚啊 難怪可以抵擋羅倫的核彈攻擊 反正在此之後 Claire、Whitney以及羅倫 組成了一個反多媽陣營 還會故意在多媽的房間說他的壞話 反正就是挑明跟你對著幹 而多媽在賽中的表現依舊是起起伏伏 他真的只有第五集的特寫照 跟第六集的音樂風格照有稍微好看一點 其他張看起來都很微妙 而且評審覺得好看的照片我都覺得超醜 像是第九集的團體照 多媽這個表情到底是在幹嘛 我完全看不懂然後這張前三 而表現如此普通的多媽 還能堅挺在比賽中 多少有點運氣成分在 因為每當多媽表現差的時候 總會有人比她更差 不幸讓我們來看看多媽第十集的廣告拍攝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多媽長得超像那種刻薄的後母 然後這場剛好有一個更慘的羅倫幫她墊背 不過憑良心講我覺得多媽在意大利的表現有稍微好一點 但依然遠不及本季的前段班 而多媽本季的挑戰賽甚至只有贏過一場 那場還是個團體比賽 等於是多媽從來沒有贏過單人比賽 但就是這麼一個挑戰賽實力 正賽不出色 身體素質普通 還總是半夜偷吃零食的選手 她的追蹤名次居然是第四名 老實講這個結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網路上對多媽的討論好像比較少 大多都是她全明星賽的表現 所以這邊我來說說我個人的看法 我個人是覺得多媽的名次確實有點太高 雖然後期真的有進步 但是多媽跟第三名的法替馬表現實在差太多 而且五六名也都是很強的選手 多媽被夾在中間就顯得很奇怪 當然以上都是我個人的看法 你有什麼想法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討論討論 離開比賽之後多媽其實混得非常的不錯 登上非常多的雜誌以及廣告中 其中包含Seventeen JR都有Fashion QA等等 不過沒有多久後就從模特爾圈退休 後來創辦了一間搬家公司 之後還推出過單曲 One Top of the War 該MV還有84萬次的觀看 2014年發行首張專輯 Span it all 看來也是相當的斜槓 IG上近期都是分享自己女兒的照片 看來也是慢慢的退出了演藝圈 好的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下集將會談到超模史上爭議最大的冠軍 粉絲看完集體崩潰再請大家期待一下 好的我是Simon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